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本是要在爸爸妈妈怀抱里撒娇 玩耍 无忧无虑的年纪 亲情却要负担整个家 早上她六点起床 剪柴 烧火 切菜 做饭 洗衣服 是她每天必做的事情 对于爸爸 她想念 却不知道如何表达 只会一句句重复 爸爸 我想你了 你回来看看我吧 妈妈呢 没的了 也走了 是吧 家里就你和爷爷了 那谁照顾你啊 爷爷 爷爷照顾你啊 爷爷会做饭吗 我会做 你会做 我姐姐切菜 切菜啊 真的啊 你还会做什么 还会 切菜 洗衣服 洗衣服啊 给爷爷洗衣服吗 爷爷衣服那么大 你怎么洗啊 用洗衣机洗 用手洗啊 用手洗啊 这衣服你自己洗的 真棒哎 那你给爷爷做饭吗 给爷爷做饭 爷爷最爱吃什么 不会煮洗饭 我现在我爷爷有病 我到处去喊爷爷 把我爷爷 拿到医院去看病 哦 你还能带着爷爷 去医院看病啊 爷爷什么病啊 脑出血 脑出血啊 那不就是不是很清楚 有的时候糊涂 他听你的话吗 你哭的时候多 还是笑的时候多 嗯 笑的时候 笑的时候多呀 哦 你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不拿的 你四川人都能吃辣 现在我三三有鸟 哭哭 哦 别人孩子小朋友 都有爸爸妈妈 你找爸爸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叫他回来干嘛 回来做饭了 做饭啊 你想不想妈妈 想 想啊 怎么没想起找妈妈光找爸爸呢 为什么 妈妈他原来又打我 打你所以你生气了 不找他 真可怜孩子 就跟一个爷爷相依为命 爷爷 犯病的时候还不清楚 你爷爷今天来了吗 嗯 你怎么没领着你爷爷 过去把你爷爷 领给我们认识 好不好 哪个是爷爷 啊 笑的那个 就是爷爷是吧 好 有请爷爷和爷爷村的 村主任一起上来 来 爷爷慢点不着急 照天 如果你不管没关系 你要管你女儿 回家来管她上学 今后我死了 就是你的女儿 你要管管她 要好好照看她 我腿不好就站起来了 来 爷爷和村主任说 我就不站起来了 来 继续我抱着吧 我抱着好不好 舒服 舒服 那个亲亲爸爸爷爷知道吗 为什么出走了 小孩不听话呀 小孩不听话算理由吧 没有办法 妈妈管着她 去哪儿了也不知道 妈妈管着她 走的时候跟你打招呼了吗 没有 我是木工 我是木匠 你是木匠 现在还能做活吗 不能做了 你老揉腿腿疼吗 我揉腿疼了 小房子没办法了 他爸爸怎么走的 您知道吗 在十年以前 张文胜 得了这个老初学这个病 就没法 就是这老现象 是啊 就是现在这种现象 就没法上班了 然后一家人就回老家来了 回家以后 赵特就 就学学没上学了 就到广州去打工去了 在打工的时候 赵特就认识了 亲亲的妈妈 他们相处的关系 不是很好 经常为家里的一些小事 争吵 打架 赵特这个时候 她的比较年轻 差不多十九岁 她也不会处理 不知道处理好家里 这些事情 就在亲戚两岁多的时候 她的亲戚的妈妈 就离家走了 接着亲戚的爸爸 赵特也出去打工了 像逃避了这家庭 剩下这个家庭 就剩下 也生两个 一老一少 相利为命了 在更多的时候 赵特自己还是一个孩子 却要面对一个 因她而来的生命 她慌张 不知所措 她甚至不知道 该如何妥当地照顾自己 却已经肩负了 父母 老婆 孩子 三代人的责任 她这个病 周文胜这个病 她平常比较腐发的 很容易腐发的 在犯病的时候 多数都是亲亲的照顾 家里面的是家务 比如什么做饭 洗衣服 都是亲亲的照顾 真是亲亲 你说这不神奇 这么四岁的孩子 就是 他们家也没有那种 直习亲属什么的 她家里面也比较穷的 这个就是平常有时候 帮她 挑点水 干这些活的 自己 家里面也有 是的 这样主要是 亲亲的照顾 也 家里面的生活 基本就是 国家的低保 来我们的收益计划 说说你的想法 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收益计划 想对这孩子将来 在上学方面 给他一些帮助 咱们等着我的圆盟基金 我来代表 在哪部分钱 对他爷爷身体方面的 就是治病啊 一些帮助 那么将来我们想的 联合给他支付五万个钱 好吧 好 爷爷 不难过 那个 爷爷当地的政府 南初领导也来了 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因为我们对那个 亲亲和他爷爷的情况 我们确实感到很心酸 也很心疼 所以说我们 现在最大的愿望 是希望把那个 孩子的父亲 或者母亲找回来 然后我们从经济上 帮助他 给他找一个 合适的工作岗位 让他有比较稳定的 家庭收入 然后能够 照顾老人 然后抚养小孩 好的 谢谢 找到亲亲的爸爸 赵特 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经过两个多月 千辛万苦的寻找 我们终于有了 赵特的消息 然而 当赵特得知 我们想找他 回家的意愿后 赵特表现得 十分抵触 他们当初我结婚 最开始就我老婆 不忍耐 然后后来 我慢慢感觉 可能对我这个亲的儿子 都没那么 都没那么亲的感觉 那现在 你跟你老婆 不已经分开了吗 我跟家里的矛盾没关系 没有想办法 跟爸爸妈妈 把这个事说清楚 把这个化解了吗 因为这个事 反正我就解决了 我说过 但是 他们始终是一样的 我们不会回去 我每个月 给他们打算 我回复可以 现在 我不想回去 直到我们告诉他 自他离家后 是他四岁的女儿亲情 在照顾爷爷 照顾家时 他终于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你挂点他们吗 给些年 想 担心他们吗 有好多时候真的 换一个叫的手 我想到的时候 我都会听我 空间看我一下 感觉自己好像是 不敢去面对他们 感觉亲他们 亲他们 对父亲 对女儿 他十分愧疚 却始终不敢 跨出这一步 然而 对于父亲和女儿 对他的呼唤 他会继续选择逃避 还是会鼓起勇气 来面对这个家庭 他最终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 亲亲 叔叔说了 希望爸爸回来 你希望吗 希望 亲亲领着爷爷来 走到那个红扒扒 我说准备好了吗 你告诉我准备好了 我就让大门开开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开门 看看爸爸在没在里边 如果再 你就跑过去抱住他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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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轻轻把爸爸和爷爷领回来吧 对,领着爸爸,把爸爸扶起来 对,村长扶着爸爸,别让爸爸摔倒 来,轻轻爸爸过来 爸爸最终还是勇敢地出现了 这一老一少,生活总算有了盼头 这个家也终于有了希望 我爷子看见儿子不信心,他就醉了 坐下,坐下,对,来,轻轻爸爸坐这 多好的小伙子,来 对,让爸爸抱着吧,这会儿 轻轻,这是爸爸吗 这是你要找的爸爸吗 是不是,看一眼,告诉我是不是 要错了我就让他走 是不是 是不是 是,这就是爸爸 你是多好的孩子,知道找爸爸 先找爸爸,再找妈妈,好不好 好啊,那你叫一声爸爸 叫一声爸爸 爸爸 爸爸答应了 爸爸从此就不再离开家了 然后你就不用起来做饭了 爸爸做给你吃 爷爷哭了,你问爷爷 你说不准哭了,爸爸都回来了还哭 告诉爷爷,拍拍爷爷的手 爷爷多难过呀 拍拍爷爷的手,爸爸都给爷爷跪下了 就是这个小伙子啊,年龄不是太大 你这个行为啊,实际上是违法行为 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啊 你有赡养父母和抚养子女的义务 你实际上是没有履行你这个应该尽的义务 所以,不管你当时是什么原因离家出走啊 现在回来,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这个小女娃娃呢,实际上是一个小天使 你这样一走了之 让这么点的一个孩子去照顾一个偏瘫的这个爷爷 这个真的,于法于理于情都说不过去 小伙子,说说你为什么离家出走了 承受不了生活的压力了,是这样吗 我当时,我面对不了家里的压力 家里面很多事情,一家人相处不了 基本上天天都大吵大闹的 我不能面对他,我就选择逃避 现在跟孙孙的妈妈还有联系吗 已经两年没联系了 两年没联系了哈 知道家里爸爸这个情况 女儿这么小就开始承担家务 着急回来吗 对 着急啊 在外头打工挣个钱了吗 没有吧 没有 你看,你看看受益计划那哥哥 不是冲着你啊 冲着爸爸,冲着女儿 给你们五万块钱 借这笔钱,打起精神来 好汉一条站起来 再把日子过起来 有没有这信心 这样吧,我们可以协定 因为我们受益计划在北京很多大的项目企业 我可以帮你啊,在北京的企业 学最好的技术 然后回到当地啊,有当地政府在给你安排当地的工作 为了照顾家,可以吗 好不好 好啊,快说 好不好 就是为了你能搭上这个家,离家近一点 感谢这么多好人 你必须做好人,听见没有 我以后一定会承担起这个责任 好,我们全体用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家团聚 看着妈妈再回来 然后是他们一直做好了 将来我们轻轻好好学习 听见没有啊 好孩子 顶着爸爸,顶着爷爷,还有亲长叔叔 回家吧 走吧 舍不得是吧 下来吧 顶着爷爷 真厉害 把爸爸找回来了 再见,再见 明天说再见 我们相信生活的路还会很艰难 但是总算是家有了门窗 有了玻璃 造火声望了 四岁的孩子不用起来做早饭了 爸爸回来了 这是我们忠心的希望 所以等着我的节目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还是有贡献的 现在 我回到了这个家 我以后 我会扛起这个家 照顾好我的爸爸 一定会好好照顾